两位请看 这里就是著名的白沙海滩 是啊 这个名字的由来 就是因为这里的沙子洁白如雪呢 不仅洁白 而且也很细密 试着脚在上面散步的话 会很舒服哦 我也想去走走 这里的氛围 感觉和其他海滩不同 并没有那么热烈奔放 两位除了去散步 还可以考虑在下午晒晒日光浴 或者在傍晚的时候 在沙滩上骑着马四处走走 这些都是目前 最受情侣欢迎的体验项目 是啊 我们特意引进了一些 适合在这里生长的品种呢 这些小马的性格都非常温顺 就算之前没骑过也没什么问题 你想去试试吗 好 我陪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本来我们只是在骑马漫步 没想到后面会变成在海边侧马飞奔 加速的时候 我还担心你会害怕的 但看你好像很享受 我就没有停下 我发现我现在什么都不用说 你就知道我的想法 你在想这里的景色很美 我们还可以在四处逛逛 对不对 如果你喜欢沙滩 其实除了白沙海滩 还有另外一处也值得一去 那里叫做远爱之沙 是古温来的国王 向心爱的皇妃施爱的地方 因此那里也被当地人认为 是象征爱情美满的神圣之地 并且关于它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在传说中 当一对恋人 共同站在远爱之沙的海滩边 携手漫步 并且一起点燃烟火时 他们能听到仙人 对他们的爱的祝福 那在接下来的旅行中 我们找个机会 去远爱之沙看看 与爱有关的传说 我想试着去相信一次 好 一定